亲爱的太阳顺的导师好 全球超马家人大家好 现在观看这个视频有缘分有那么好 那今天是美根参加108天抽取其他牌 我多个第二回合 今天已经来到了第186天 与大家分享真能量的牌卡 原来富有可以很简单 3. 态度决定高度 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都凑齐了 却没有捉到重点立刻去实行 矫正自己该调整的地方也没有反求足迹 总有许许多多的理由 这就是处理贫瘠状态的人缠有的太多 太阳顺的导师 那可恩导师的教诲 老师在卡牌当中呢有提到 就是人们常常会犯错的这个习气 那其实只要我们立定之相 说改变就改变很多时候 天时地利人和天地利会派 自己的助言来帮助我们去完成 那导师在卡牌当中也有说到就是 重点没有做到重点立刻去实行 那其实在分分秒秒的生活点移当中呢 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机会去调整 那这一项功课是在生活上 然后也融入了生活很自然的 眼睛一睁开呢就是要做的这个休息 那每分每秒都一致不断的要懂得去调整 自己的思维逻辑 自己的心态 种种的这个练习哦 唯用我们下功夫在我们的身心灵上 去累积正能量呢 才会有自己的顺心顺意 我们结好缘 好结果 回馈给我们 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 丰盛的光 护理恋观想 观想只是一个帮助灵命成长的工具 却由心无旁经的观想来达到你想要的目标 一旦你能够真正达到之后 必须要知道这只是个方法不能一直迷恋其中 他有什么导师呢? 可能导师的教会 观想 那其实在《基本且求步骤123》 就是在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当中的这本书 有说到呢 就是《基本且求步骤123》 这一个是一个营造 就是一个要懂得如何让我们的生活 随随就要懂得营造 就动下什么因子 但其实不迷恋哦 就是不要为性 不要以为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代步 就好像我们驾车代步到了一个地方 所以呢 其实这个跟我们自己的心态 以及逻辑思想非常非常的细细相关 只要我们地有全心迷恋 就是迷信呢 就是会入 就是有一线机会入魔的开始 所以这一切就是要回归到地紫围 就是要懂得天地真理 告诉我们的一切 我们就很容易地就很看开 放下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行程 所以观想只是一个代步 我们能够再通过 心法上 我们得到天地的祝福 看到每一话 或者得到一些祝福呢 真的是要深度的百分之一就好了哦 因为有太阳 力展习气 修行要当机立断 要有说改就改的决心和魄力 这才是修行的功夫 有否精进 不需要自吹自擂 从能否力展习气就能见真章 如果习气是修行中的绊脚石 但又不愿意改变 却说自己在修行 那就如何儿戏一场态 所以感恩导师的教会 力展习气 其实自己的感受很深 因为自己的心情相当的重要 那其实真的是 在这张卡牌完全就是 诉说着每一根的心声 即便自己懂得 有下定局心情感也是不行 因为这个是一个 长期的恶性学会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累积累积不断的累积负能量 所以其实只要我们懂得 明灵要铁定和努力 其实更深地固的 懂得这个负能量 在我们的生活上 会带给我们怎么样残酷 怎么样悲哀的结果的时候 那其实今天我们会下定解心 要马上就改变我们生活上的 这个点点点点的 我们这个原有的带来的 这个负能量的结果 所以真的很感恩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及在今生能够有这个 机会遇到这个系统 插测生命运环系统 让我们在做的这个 童修呢 真的是有一条明显的处理 以及一条 这个学习的方法 就是系统 接受来自天天教会 所以这一切都内药下 河湘女人花 墨女人斗气 当能量产因时修时愿而提升 此际自然就会有转弯的机会 这才是斗智和斗智的表现 而非无畏的斗气 他还顺着导师 其实这张 而非无畏的斗气 其实想起在还没有接触抄马之前 真的是会自己生闷气啊 种种的逻辑观 转过来能量产不足的时候 很容易很自然的就爆发 那真的很感恩在学习了 《插测生命运环》之后呢 一切一切的方法就在这一本书 这个系统当中呢 马上遇到了什么问题呢 就深呼吸 就会停一停给自己想一下 转念 所以种种很感恩导师所教导的方法 都是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的去 累积这个正量 然后把我们原有的这些负面的思维呢 靠着这一步一脚印 一个真诚的心 天天的练习呢 就会改变了 所以真的很感恩 那再次感恩大家的时间 可以聆听 谢谢太空公的祝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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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